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在电视 就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员 后来呢 创了幽剧场 创了幽人神谷 然后就是以这个几股的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一种震撼的形式演出 我们就没有在舞台上看到这个刘若宇演戏了 那这一次呢 却会在这个九份的声明剧 第一方面地点很特别 一方面演出的形式很特别 它就是一出剧 就是一出舞台剧 为什么 刘老师为什么会这次是硬邀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幽人神谷就是专门打鼓嘛 就是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当然我之前是跟着兰林的时候呢 我都一直在演戏 那后来刚好就是兰林三十要重新推出 我也非常兴奋 就是说哎呀 有个机会又可以上舞台 又可以开始演戏了 那当然后来呢 就一样就是 就又没有了嘛 那但是我 其实我没有想过说 要再去演戏这件事 但是呢 在不是去年的时候 幽人神谷山上的那个老全山 对 你们放了 都庚计划 我们最后决定放弃 那很多朋友们就介绍我们 就说刘老师 你再找个地方吧 不需要都庚的 那因为我们知道老全山 如果真的需要让团圆们 或者是又可以长治久安的话 他如果不做一些休整 尤其像冬天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因为太冷了 那所以我们就这样找着找着呢 就朋友介绍了金瓜石 去年六月的时候 我就他们带我去看了 那个金瓜石之后呢 就看了一个地方叫地质公园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石矿的一个山坞 那我一进去就马上立刻感觉到 很像当年去雅维农 演出第一次去演 《天海之星》的那个石矿剧场 《天海之星》好棒啊 对 那个就是那个 在法威亚维农的那个石矿剧场 演过《天海之后》 我们之后就一直收摇到世界各地 所以其实那个石矿山的那个印象 对优惑或者对我们自己来说 我觉得都是个很特殊的一个感觉 那天到了这个金瓜石的地质公园 看到了那整个石壁 就那个一样的一个石矿 他们是当年掏金之后 挖出来的一个山坞 就觉得说 哇 这么漂亮的一个石壁 其实不止是 不止它跟雅维农有个特色 我觉得在台湾 它根本就是一个 非常棒的天然剧场 我当下就说 好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做 我们的未来的一个 可以算是一个定幕剧啊 或者是一个固定演出的一个场域 它什么都没有耶 那个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根本它就是 而且是 讲起来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然的地方 但是尤其是我们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户外的场域 但是当然相对的 我们仍然也需要一个室内的排练场 对啊 再加上九份金瓜石那一带多余 所以它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室内的一个 甚至于是室内的一个小剧场 来跟它相呼应的 它交通方便吗 其实还不错 因为九份人很多 对 它交通没问题 那当这个念头呢 确定了之后 我就开始带了一批年轻人 就是应该说是 我们就新招了一些团员 因为原来的固定的优的团员 他们有一定 我们每天都一定固定 有一样的 一样的排练活动之外 还有他们在国外巡回啊 所以你不可能说在金瓜石 变成一个固定的这样子演出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未来如果要做个这样子戏 必须还要培训一些新的人 我就招募了将近20个 全新的一些年轻人 跟青年幽人不一样是不是 不是青年幽人 青年幽人是我们高中部的同学 跟学校的一个合作计划 对 升到了大学之后 他在大学部还在念大学 我们把他们集合成了青年幽人 那他们目前都还在学校念书 那新招的这一批呢 他们是很多是各个学校的戏剧系 或者是音乐系 甚至于就是其他科系的 毕业的同学过来的 他们是在之前 没有跟过优的这个演出 或者训练 那但是我想说 反正需要一段时间嘛 就开始培训他们 培训他们之后呢 也觉得说 落脚到一个新的地点 你首先你应该认识一下 当地的这些社区的朋友们 那就去拜访了当地的朋友 也开始跟他们了解 到底金瓜石九分这一代啊 他们的 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其实他们常常会 跟我们想到说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拜访 还有当地的齐老 说起他们当初挖金矿 然后这样子很多的故事之后 突然就发现说 那这个地方怎么 怎么有一个 这么这个这样子一个地点 你在台湾那么久了 不知道他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 那个金瓜石九分 我们都知道他是韬金嘛 对 就是韬金 对 可其实呢 所有在那里 韬金来的这些外来客 有很多的 讲讲就是非常令人心疼的故事 因为很很很关键的 事情是因为都是外来客 他们都是来短暂时间的 那再加上跟当地人 他们就会有一些 之间的一些关系嘛 那再加上呢 每一个韬金的人 因为在矿坑里长期 当时的那种防护设备 每一个人都会得细肺病 也就是看你的严重性 那真的严重的 他其实真的讲起来 几年之后 那真的就会因为这个 肺的整个问题 就会过时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好像就是你生命中的 一个一闪而过的一个片段 那再加上呢 那个时候是日据时代 那所以日本人 也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到后来才知道 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其实他们当那个时候呢 日本不是要派台湾的 这些年轻人去当兵吗 所以里面的故事 就在这个之间 从韬金 然后又有西非兵 然后又要去打仗 然后这些 跟当地的这些女孩子 等于说女人的关系 就会女人觉得更可怜 你的生活一直在被改变 这样子 好像没有明天似的 大家要把握那个机会 你的生活永远都跟着环境 跟着时代在转变 那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在就是日本那个时候 还把他们在南洋 那一带的战俘 就是澳洲人 英国人 就是很多这些南洋的战俘 送到了金瓜市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打仗 就需要挖煤矿 要挖铜矿 要制造兵器 所以他们就被派过来 去挖这些 一挖这些矿的这些战俘 五百多个 他们就虐待他们 也就是说 事实上当地的战俘 是等于国际战俘事件里面 非常非常 讲起来就像魔鬼 魔鬼之中营一样的 走了之后 一年多不到两年 剩下八十九个人 每天都死人 每天都死人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当 所有战俘里面 算是大家一个心里 很伤痛的地方 那是我们根本 你看我们去酒分 去吃藕仪 去那边玩看山水 你不晓得 那你踩的土地里面 有这么多 这么多故事 需要 他们很想告诉外地人说 其实你们来这里观光 可是你们要知道 我们当初的人 怎么在这里生活 甚至于当地有个黄金博物馆 那透过这个黄金博物馆 里面也知道 这地方是涛金 可是这么多一些 令人心疼的故事 是很困难了解的 所以那时候 听他们讲的讲的 就说 是不是应该为他们 做一出戏 因为他们说 你是一个表演团体 就想说 你们可以帮我们演一出戏 讲我们的故事 我现在想说 我就好久没演戏 可是那时候突然觉得说 对 其实应该 大家在这边培训 因为出到一个地方之后 其实我也觉得年轻人 你如果到了一个地点 大家都是外来客 如果你不去真的 去了解当地的人 你就好像一个外来的人 来了 你就是一个过客 就走了 你只是运用了这个地方 他的人潮 因为他久分很多人潮 未来我们如果演出 演了《优人神谷》的作品 可是你仍然像是一个外来者 你跟当地人的关系是什么 就没有接那个地气 对 就是接地气 然后那天一讲 决定要做这个戏之后 哇塞 真的是开始忙了 你就发现说 怎么做呢 那么久没有排戏了 这要来学打鼓的人 突然间开始要训练他们表演 你知道我就突然间觉得说 真的重头来 对 要全部重头来 然后呢 我也发现说 我那么多年 我当初是演戏的嘛 那跟吴晋级博士 在来临 也当然那时候就演戏演的很多 其实后来在加州 跟古超斯 也会在纽约大学 我其实学的都是表演这一块的 我就发现我开始呢 也可以当表演老师 重拾我表演老师的这个工作 开玩笑 你当然可以当表演老师 其实它这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训练过程 是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优人神谷 比如说讲究静 讲究那个气 你要从底 从心这样子发出来 但演戏它有很多 不管是声音啊 肢体啊 技巧啊 这些都是一套不同的训练系统 好好玩 完全不相同 因为那时候呢 变成说好 因为还是得保持他们 对优人神谷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训练 那这二十个人就早餐 六点钟起床 六点半开始打坐 打完坐 吃完早餐呢 就开始练神圣舞蹈 练了神圣舞蹈呢 之后就开始练什么 练武术 练太极 练什么 练声乐 就是因为这些部分呢 声乐的部分是过去的优人神谷 从来没有上过的课 为什么要练声乐 因为呢 黄江这出戏 我在开始觉得 就是帮他们要做这出戏的时候 我在想怎么做呢 我还想到说这个故事要如何去诠释它 有一个方法 就是从那个时代 等于说是在他们一开始滔进的那个时代 也就是滔进最盛世的时候 大概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那流行什么歌呢 因为当地他们说 那个时候根本就像个小上海一样 因为那个地方最盛的时候呢 光九份那个地就五十几家 九家 也就是说大家几乎是灰金如土 拿着金块来垫桌脚 就是冒险家投资客都在这里 都是来这边 因为那个金子 你跟着随时可能挖到这 你就藏起来就偷走了 搞不好一个金块下来 就是有一两种的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 好像就是钱来的来 去的就来的快 有时候去的快 有时候等于说 那个生活状态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我想说 那这样子怎么做的话 就觉得 其实当时的这些流行歌曲 也再可以去协助去诠释 这些生活的这些状态 那因为从了滔金的盛世 到后来慢慢不是没落吗 那所以我们就选了像 早年有这种像天涯歌女 叶上海 那之后呢 大家就是年轻人 就会在那个地方就谈恋爱啊 青春岭啊 四季红啊 可是呢 后来黄金没落了什么 孤恋花呀 黄昏的故乡 等于说 借着这些流行歌曲的 这个跟这个时代的关系 我们就把这些音乐 这些歌插在了这个作品里面 然后同时呢 那么就演戏 他们要唱啊 要唱 四季要唱 我也要唱 你也要唱 对 所以正像是一个音乐剧这样子吗 它应该算是一个音乐肢体剧 等于说 我当然就是 也可以说是一个歌舞剧 但是它不是像传统歌舞剧的 就是你是特别写的歌词 我们应该算是一个音乐身体剧 那当然我们其中也有打鼓 鼓也有放在里面 当站着来的时候 那个鼓就是一个气势的堆叠嘛 所以等于说 整个作品是一个比较 多元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有歌唱 有肢体的动作 有舞蹈 然后也有几股 当然最重要是有戏剧的表演 有情感的表达 所以他们不讲话吗 讲话 戏剧部分就要讲话 对吧 所以他们都要 通通都要 可是您刚才特别强调说 音乐身体剧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看起来 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特别 跟我们一般的 不管是舞台剧 或是音乐剧 它是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有音乐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身体的 就像他们在唱 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其实另外 新编了三首曲子 其中有一首叫做 《旷宫之歌》 那那个旷宫 你要显示它那个 从那个歌曲当中 也可以显示 他们身体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歌的诠释 用身体的动作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等于就是说 因为训练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 他们的训练除了这个定的部分之外 优的团育 一定要经过肢体的训练 武术体操 就是这些课程 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 现在多加了声乐课 所以等于说 这些部分就可以融合的加进去 那还有我刚刚讲的 我那个很辛苦的表演课 我想这些演员们 他们第一次上舞台 第一次 你说唱歌本身已经难了 然后肢体 一边动一边唱 对对对 肢体 还要讲台词 对对对 一整个要把它协调在一起 这真的是难度蛮高的 对这些演员来说 我几几乎乎是从今年一月 他们一月初报道 到现在 到我们12月25号演出 整整一年 除了我出国 就带幼人生活的 我们的主要团体出国 和帮他们排练之外 我几乎都住在那个青瓜室 然后一个礼拜住五天 他们也是用这种 就是等于是 住在那个地方的方式 所以一天工作下来 超过16个小时 真的是了不起 我觉得有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难度 就在于是 这些年轻的演员们 他们要进入到那个时 那个时代 时代 对 刘老师不觉得吗 就每一个时代的人 他有他 他当时属于 他那个时代的表情跟面容 这不是不一样的 而且还有呢 我们排在排着呢 我们都排完了 他们当 我们就跟当地的社区居民 我们因为我们一直 跟他们互动嘛 那我们就请他们来看 大概在 差不多一个半月前的时候嘛 他们来看之后呢 就说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们很少人说国语 我们就 突然间发现 整出戏必须改成台语 你说真的吗 真的吗 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台语 你的意思是说 你真的要改成台语吗 全部是用台语啊 除了原来你几些 一些歌式 本来就是国语的歌曲 全部的戏中的台词 全部是用台语说的 天哪 怎么说啊 就练啊 那所以您也 您也要说台语啊 我是 我是唱的部分 有一首歌是台语歌 哎呦 哇 哇 真的是 我 我有狠狠地练了一下 哦 真的啊 那所以 您不是在里面要演 说书人的角色吗 说书人是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团员 那刚刚好 还好他呢 他的母语是台语 哎呀 真的 所以他转过来到台语这件事情 还算还算OK 还算OK 哦 所以那 说书人另外一位 那您演的是 我是里面歌者的这个 几乎里面的大部分的歌 都是我在主唱 哦 所以就从这个什么天涯歌女皇 这个小上海 呃 叶上海 唱到这个 这个孤炼花 所以您是酒家里面的 从酒家到 呃 他的主题曲是黄金香 也是我唱的 哦 等于说我 我想唱在里面唱六首歌的样子 所以他有点类似像歌剧里面的 这个 串场 串场 对串场 但是同时 就说书人是一个隐言 说书人就是说 说话 他中间一直会出现 嗯 来协助 因为故事 你有很多故事 也无法全部用 嗯 表达 那说书人就是用 用呃 台词会做一个串场 是就说书人是一个串场 是一个隐言 然后那个 您的这个歌声 等于是他的一个精髓嘛 一个精神 在串他 不同的时代的背后 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呢 很像这个呃 酒粪版的 某一些部分很像那个 就是像阿信的那个时代的 这个背景 一个从小 呃 不是从小 就家里面当然是比较穷苦的 哈 但是因为他很上进 所以呢 在当时一个日本学校的 这个校长啊 就找这个 很照顾他 对 很照顾他 他去他家帮拥 然后他有一个呃 从小青青梅竹马的一个 矿工的男朋友 对 结果呃 后来 就是细费病过世 是 没想到细费病过世 然后他在一个偶然的 就有一次他经过这个酒家 差点要被那个喝醉的 这个客人 欺负的时候呢 呃 仗义的把他救了啊 就后来这两个人在 他要照顾他在一起 可是他被到 被抓去当这个 这个童军去了 他第二个就是救他的 这个男孩子 那其实本来是当地的一个 富豪 这个 也是那种 因为当初大家都灰金嘛 他也是到酒店里面去玩的 就一出来 刚好 刚好遇到他 就救了他 那么 可是没想到之后 有一个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瑞芳事件 人们也称 也在金瓜石事件 就是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他们怀疑当地的这些有钱人 就日本人怀疑当地这些富豪 他们跟 当时的中国政府 就是在重庆的政府 有一些沟通 所以就被抓 被抓之后在狱中 然后就被拷打 后来有一些就被杀了 那那个富豪的父亲被抓了 所以呢 等于说他就一下子 等于说就是没有依靠了 所以才 那个时候救了他的 他救的这个女孩子 那这个昭蒂 后来就反而是过来帮他的忙 因为他的 他是在一个日本校长家工作 反而比较安全 然后这个日本校长 就有点点算是掩护他 就救了他 所以这个故事 也有一点牵扯到 现在很 大家在谈的 湾生的事 因为他的 这个校长的女儿 就是个湾生 他等于在台湾出生 然后就跟这个 这个女主角很要好 可是呢 没想到最后 就是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湾生 必须被跟他父亲 要送回去日本 所以又对他来说 又是一个离别 是 而且这样子一个 大时代的剧 幽人神谷呢 用黄金香呢 也有爱情 里面有爱情 有这个亲情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是 时代悲剧下的 一些不得不然的 一种割舍 您现在听到的是 幽人神谷的创办人 刘若鱼 幽人神谷呢 在12月25号到1月10号 在九份的生平戏运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为您演出黄金香 我们现在就来欣赏 就是刘若鱼老师唱的 黄金香 进了广告之后呢 带回到酒吧新闻台 今晚亮晶晶的现场 继续访问刘若鱼老师 西天时的清光时 清光路透显雨凉 百年富裂 百年富裕 坎坎路 故人现经最重要 一座座山峰 一条条坑道 黄金深处 无怨无忧 山深的宣布药 古诗青雄 不怕忘记 若不问的事 逃逃忘记 那无忧 是战斧伤心底 那光是队中写传心 那光是队中写伤心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今晚亮晶晶的现场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即将在12月25号到1月10号 在九份深屏戏院 幽人神鼓为您推出的黄金箱里面的歌曲 黄金 这就是新作的歌曲 是新作的 这些人唱得很好 练蛮久的 他们从来没有演出 没有演出过 然后他们当初加入幽人神鼓的时候 也以为是去打鼓的 您现在听到的是幽人神鼓的创办人刘若宇老师 刘若宇老师非常久没有在剧场上面演出 这次带领着幽人神鼓的这些团员 要演出黄金箱 他们在九份练团 然后为了要给九份的朋友们 给自己 也给九份的朋友们 还有台湾的观众朋友 让我们大家更了解九份的历史 所以推出了这个很动人的黄金箱 结合了音乐 舞蹈 还有这个肢体 显然是一个我们过去 没有看过的一种舞台剧的形式 像在这一出这个剧之中 因为它的时间的跨度很长 所以它对于女主角的考验来讲 也挺深的 它对于从年轻到年到老 所以是演到最后就是二战结束 等于说那个 因为到最后他等于说一父子生下来 那其实那个一父子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说书人 他等于是在回溯他母亲的故事 是哦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好感动哦 所以上战场之后 他就没有 他就真的没有回来 所以他最后就跟那个 就是因为那时候当初那个时候 有一些年轻人是最后战后 是送到日本的 他就接到那个湾生 就是回去的那个日本 他的那个孝导女儿的信 他就问他说 就显然跟他说 你有没有在日本见 听说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人是送到日本了 你有没有见过文杰 就有没有见过他先生这样 哦那个我每次听到那个话 我就真的是 就是因为 就这个大时代的问题 对 然后被推着走 其实每个人在这中间 也就是一个棋子 而且这个对照在这个 金瓜石在九份这个地方 就命运很讽刺 他们到这边来 当这个冒险家 然后又想要趁机这捞一笔 可是对于 要去当矿工的人来说 他们其实是非常微弱的 而且是 就是他不是 他又不是矿主 他能够 他能够赚到多少钱 然后偷偷的在这边 为了自己 为了心爱的人 想要偷个金子或什么的 冒了多大的险 而这人能够 真的能够赚到钱 可能还来不及花 就因为生病而走了 然后有些人是因为战争 而被去送到战场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在掏金的那个方式 后来我们也是慢慢聊才了解 真的很多的故事 尤其是偷金的 那偷金的方法 他们直接可以吞进去 就是就是冒 几乎就 真的就 他都偷金 几乎人人 因为你看到那么小 你当然你就 直接把它吃下去 然后最后就顺 跟着排泄物排出来 这样 所以他们当地人 就会知道 就是说 一看这个人出来 样态不对 就是负责检查的那个人 就会看起来好像很客气 他其实就把你带的 就带你去吃面 就让你吃到 你就是飞在当场 就是让你去拉这样子 然后拉出来 就检查出来 就打你一顿干嘛 然后就把东西拿走这样子 好残忍哦 然后他们还有 就是反正那个偷金的方法 是偷的 其实你 他们情愿 对真的就是 你就听起来就是说 他们情愿偷 当然还有一些方法 就像塞到哪里啊 什么的方法很多啦 但是就是 就是你这样整个吃进去 你听起来就觉得 这个是真的 对啊 可是他们就希望说能够 只要成功一次 成功就好了 对 他或许就可以翻身 他家人就可以翻身了 还有就是会半夜 偷偷去挖金矿 就因为他们知道 哪一个矿 被发现了 里面有金子 他们就会有一些人 专门就在夜里面 就去偷的 那然后万一真的怎么样了 其实就 命就没有了 因为夜里半夜 根本不知道啊 因为那个矿坑 还是可能会有意外啊 所以其实 等于说就是 真的就是在一个冒险的状态之下 去去套金的 然后对于九份人来讲 那个曾经的辉煌啊 然后到后来的没落啊 接下来因为像 比如说悲情城市啊 是是是 电影呢 让这九份这个地方呢 又热闹了起来 可是不晓得 他们看在这些老人家的 这个眼里啊 就像这个 刚才刘如老说的 来了那么多观光客 来来去去啊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边的这个历史啊 然后 好像也就是 来了 就走了啊 而这里面 在这个土地里面 然后在这 这边的人 他们曾经流过的那些 不管是汗水啊 或者是泪水 对于他们来说 这次能够有 这个黄金香 应该就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而且因为主要是 戏剧的渲染力 是很大的 那天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有请 就是当地的一些朋友们 过去看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应该现在都已经 很大年纪了 他当年就是在 等于说没落的时候 因为爸爸都已经不在了嘛 就是跟着妈妈 很苦的长大 然后呢 就听到我们在戏里面演 最后就是也是他 等于说就是那个 那个说准 他的妈妈最后 只剩下他妈妈一个人了 都走光了 然后就在一个 很苦的那个过程里面 那然后戏里面 我们就安插一个 他们说那个时候呢 那个穷到就是 就是整个 整个地方像个鬼城一样 就大家都走了 然后呢 他们穷到就是 很小的小孩子 读书之前 一大早就去什么 就去卖油条 有一个小孩 那个卖油条 卖油卡柜嘛 就是卖油条 他就在外面叫那个声音 因为是个小孩的声音 就在那边讲 什么就是油卡柜 什么那个叫喊的时候 大家就听到这个声音呢 都知道 这个小孩子来了 后来呢 就有两三个小孩 就跟着他 都去用 都去批这个油条 到早上来卖 可是后来 因为这个卖油条 小孩有一天就不见了 就是 就等于说 就是到附近 因为附近有很多的 危险的地方 因为他那个当初的矿坑 有一些 有一些要很注意的 就是说 他在山里面 他可能是 因为他们为了要 挖那个井 是有一些地方呢 是他们叫他 叫做树井 你可能一天掉下去 就不见了 再加上当地 其实又是靠海 所以那个孩子 到底到哪去 没有人知道 就反正就是 那个孩子 孩子就是不见了 所以很多人 都会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很大的 心中有一个 那刚好 那个社区的居民呢 他自己当年是 跟着那个孩子 去卖过油条的 他当时 就是那个时代 所以他听到 我们一念出来 就唱出来 那个孩子 那个卖油条的声音 哇 他那个泪水 就刷下去流下来 因为 后来的人 怎么会知道 就原来这个地方 当你那么穷的时候 然后呢 是穷到 是这样的方式 那后来他的 他的妈妈 他只有他妈妈嘛 他妈妈就逼着他 就说你一定要读书 一定要读书 他其实现在是一个 历史学者 那但是就说 他说 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 因为不像你在都市 你会在其他地方 因为他这个突然间 被遗弃的地方 被遗忘的地方 那当然现在就说 九份是热闹起来了 很多的在地人呢 尤其是还活着的 这些老人家 他们永远都觉得 他们当现在生活是 九份一带是OK 可是呢 他们却一直觉得说 他们想要让来的这些 这些观光客 知道他们来了 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因为 因为九份现在 很热闹的关系 有一些房舍 是外地人来乘租之后 那就等于说 是做生意的 他们跟当地 也没有太多的感情 可他们却反而希望 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商业 希望它可以有文化 可以有一些 让当地人知道 更多的历史的 这些机会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故事 他们真的非常高兴 你们功课也做得很深 我们真的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 我发现这是应该的 就是你如果你要 到一个地方去 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地方怎么回事的时候 然后你本身自己 就变成一个过客 那如果我们真的 想要在那里 有个长治久安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这一部的黄金箱 就像你刚刚说的 去接地气 接下地气 知道一下 这个土地怎么一回事 也真的就像 这个过往的历史和土地 向他们致敬 是 这个您现在听到的呢 是幽人神谷的创办人 刘若宇老师 他们在12月25号 到1月10号 在九份的《申平戏》 我们知道 这个《申平戏》 后来修复之后 这也是第一次 在这个《申平戏》里面 有一个非常正式的 舞台剧 音乐剧 在那边演出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在12月25号 因为他的场次 场次还蛮多的 有玩场 有舞场 欢迎大家去找 他的演出的这个场次 购票是在哪里 其实我想打个 幽人神谷上网 是最简单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带回到酒吧新闻台 今晚亮晶晶的现场 继续请这个 幽人神谷的创办人 刘瑞老师 告诉我们黄金香的故事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今晚亮晶晶的现场 今天我们介绍 幽人神谷 即将在12月25号 到1月10号 在九份的《申平戏》 为您推出的黄金香 这个是九份的故事 从过去日剧时代 一直到光复后 九份的曾经的 曾经的兴盛 以及他后来的没落 在现场是幽人神谷的 创办人刘瑞老师 我们刚才讲这个购票 请您就打这个 幽人神谷黄金香 因为它在这个 网路上购买 然后还有一个是 ACUPS 活动通 反正您可能打这个 幽人神谷 然后黄金香 上网去买 是最快的 有下午场 跟这个玩场 每周的12月25号 到1月10号 每周的3456日 下午场是2点到3点 晚场是7点到8点钟 刘老师 我们也很关心 因为幽人神谷 您在之前的时候 有说休息三年 就不主动推出这个剧 然后表演 然后就是接受这个邀约 那这次就是为了九份 推黄金香了 其实这三年当中 我们做了很多事 比较是 做一些比较是 往后铺陈的一些工作 因为如果说 就个艺术团体的模式来说 以优的一个模式 我想我们不管是作品也好 或者是你到国际的舞台演出 甚至于团圆的稳定性 那行政办公室的整个稳定性 其实都已经算是一个 一个稳定的状态 可是呢 如果说你一直一直都是在靠募款 因为戏剧团体它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真的一定量的募款的话 那其实它的营运状态 一定就是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 一些赞助的朋友们 就建议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未来可以自己觉得 自己自主的方式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觉得 我们应该要找到一个 可以固定演出的地点 尤其是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那所以当我们自己的老全山 没有办法做 做这样子一个都更这样调整之后 我们就必须另觅一个 就是可以让团员们 就是说除了稳定的排练之外 那当然就是可以有个演出的场面 其实金瓜石是一个好的条件 因为它跟九份 几乎就是同一个地点 那九份有一定的观光客 那但是重点是说 它确实有这么一个大展的环境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我觉得为了长治久安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必须让我们有足够的 足够的就是说 可以让这些事情 传承下去的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里面涵盖了人 涵盖了地 你知道就是你要有人 你要有地点 然后你才可以有 有事情可以发生嘛 那如果是在 我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开始计划未来 其实跟优过去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是说它就有了地点上面 它的客观条件就比较好一些 那例如说我们也希望未来 就像跟几文高中合作的 这个高中部 可以在金瓜十九份这一代 也有一个就是继续的 我们想让它延伸到国高中 那然后再 比如说你教育这一块 你有了教育 你才可能让这些人 成为未来真正的 在有力量的 或者有技术的这个人这样子 那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的青年幼人 出来的原因 那教育的部分 我们会延续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那个地点 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演出 就像我刚刚提到地质公园 它可以是一个 因为临近九份 那这个这样子演出 它就可以是透过 除了一般爱好的 艺术的爱好者之外 也可以让观光客 也可以来这里了解 了解诱人神谷的 它就有这样的条件 那当然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条件 那另外呢 那里也比较会有一些腹地 可以做幼人神谷 我们其实目前也有人 希望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 跟我们一起做 禅谷体验的活动 那这个禅谷体验呢 可是在幽的老泉山上 也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 可以有一个 尤其到冬地 就根本不可能就留宿嘛 所以这样的状态呢 我们也希望可以 在未来那边 有一个有一个禅谷的 一个等于说 大家禅谷体验区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那这个这些都等于是 幽可以再用我们原来的资源 它原来的人力 再衍生出来的 其他的收入的条件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等于说 让幽的这个 在那个地方的环境的 这样子的一个 营运的状况 可以造成是 就是当条件事业 它有观光的一个可能性 从这样子一个条件里面 去让它的一些盈余 可以让优债专门做创作的 这一群的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 这个艺术的 这个工作的部分呢 可以不要那么辛苦的 一直去 一直去 就为了那些形态上的 为了这些演出 因为一直在去 一个是募款之外 其实团圆们最辛苦的部分 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 承担很多的妖言 那这些妖言呢 可以让这些年轻的 这些年轻人去分担 那让他们可以专心的 做真的艺术的创作的部分 那等于就是说 我们称他们做山上幽人 就是我们的山上幽人 我们等于是现在有一个 是山上幽人 就是原来幽的这个 最主要的专业的这个团 那有一个青年幽人 那还在大学部的 那现在在金瓜石的 这一批新的人 我们就叫他金石幽人 所以金石幽人呢 等于是新来的这些人 他们可以协助一些 妖言的部分 和刚刚讲的这些 固定的演出的话 让山上幽人 可以去更专精的去承担 优的这个原创的部分 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演出 而不用一直疲于奔波的 去演一些商业性的表演 那在那个地质公园那边的 定幕剧的推出 有计划是什么时候吗 我们目前计划 我们终于在今年十月 就是十月底的 十月初的那个时候 确定我们可以使用 地质公园了 所以我们计划两年之后 大概在2017的暑假 可以推出当地的作品 那这个黄金箱 它不会成为 生平戏院的定幕剧吗 它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生平戏院它现在 它需要多一些设备 其实我们现在进去 做的这个状况 因为它的观众 只有两百多个人 其实就是两百个人的意思 那可是你整个 灯光音响器材 和这么多的人在演出 它的舞台不是很大 那其实它的变动成本 也就是说 其实蛮高的 对 除非就是说它要 整修 然后要有建制 让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演出的 常态性的这个舞台 对 才有可能支应 所以大家把握 这次的机会 很久没有看到 这个刘若宇老师的演出 而这在12月25号 到1月10号 在九份的生平戏院 为您推出黄金香 告诉您九份的故事 请您这个上网 幽人神鼓 然后黄金香 可以购票 谢谢刘若宇老师 今天来为我们 所做的介绍 而您最后所听到的 就是黄金香里面的 一条歌 旷山之歌 谢谢刘若宇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